一、刘德华刘德华,1961年9月27日,出生于中国香港,中国香港男演员、歌手、作词员、制片人。刘德华极坚毅、认真、用不言外等争能量聘质于一身,堪称娱乐圈艺人的典范,从入行处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,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。 二、张学友张学友,1961年7月10日出生于香港,中国香港男歌手、演员,毕业于香港重文英文书院。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,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,20世纪90年代,在华人中流行。 这样一句话,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,由于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,因此他的巅峰时期,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,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。 三、郭富城 郭富城,1965年10月26日出生于中国香港,歌手、演员、舞者、华语歌坛进歌热舞代表人物之一。 郭富城在演出、娱乐和歌唱等各方面光芒四射,代表现场被同侪和观众赞誉。 但他在舞蹈上的艺术性、技巧、创意、能量和投入,也同样受到舞蹈专业的敬重。 郭富城以其高超而又震动人心的舞蹈演出,推动舞蹈至潮流文化的前线,也帮助观众认识到舞蹈其实是一种丰富而深具意义的表达方式。 四、黎明黎明,1966年12月11日生于北京,华语男歌手、演员、导演、公司老板、慈善事业工作者。 黎明的形象或杰傲不逊、或温文尔雅、或潇洒干练、或单纯朴实,他对人物的演绎,总能在准确塑造人物外在形象的同时,散发出人物独特的气质, 十荧幕形象立体而感人。黎明沉稳那俩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,也使他在演绎事业上,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 五、周星驰周星驰,1962年6月22日生于香港,祖籍浙江宁波,中国香港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制作人、商人,毕业于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。 周星驰是华语影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,被誉为中国的查理卓别林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由于他主演的电影《履破票房记录》,因此,他与成龙、周润发,并称为双周一城,依为香港电影的票房保证。 六、李克勤李克勤,1967年12月6日生于香港,集贯广东新辉牙锡,中国香港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。 李克勤擅长演绎多种曲风,以浪漫情歌和励志快歌为主,多次与管弦乐、民乐合作,将古典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,歌曲题材广泛,出情歌,还涉及环保、人文关怀、社会事件等。 七、梁朝伟梁朝伟,1962年6月27日出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省台山市,中国香港男演员、歌手、国家一级演员,毕业于香港无限训练班。 第十一期。梁朝伟,外形清俊,细路宽广,无论是严肃文艺还是搞笑喜剧、艺术片或商业舞虾片,皆能胜任自如,是香港杰出实力派演员的代表。 在出道的二十多年里几乎和负面新闻绝缘,其性格低调内向,不喜交际应酬,曾被圈内人士认为是娱乐圈中的异类。 八、张家辉张家辉,1967年12月2日出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,中国香港男演员、导演,没有出众的外表和运气。 张家辉在影视圈打杂,跑龙套,演喜剧小人物已经有二十年了,直到2009年,他凭借证人才拿到香港电影金像奖,成长于香港偶像明星的大环境下。 张家辉不善交际,也不热衷于表达自己。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,他露面少,少应酬,但一直做着一个普通演员的本分,九。 刘青云 刘青云,1964年2月16日出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,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,毕业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十二期。 在香港无线议员训练班学习演戏的刘青云,他毕业后在无线电视台臣服多年,在周润发的电影里当过配角,那时候出演的戏,经常连一句台词都没有。 尝试更多戏录之后的刘青云,逐步经历了配角、主角、大反派、喜剧等戏录,从跑龙套到逐步当上主角实在不易。 10.张卫健 张卫健,1965年2月8日出生于香港,中国香港男演员、歌手、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荣誉副主席,张卫健从未淡出过人们视线,却又一直为人无独,人们只认为他是笑将士邪星,却又以无意地忽略了他的内涵深度和智慧,从近演艺圈起,低调就是他的标签,圈外极少炒作飞文,圈内也不会刻意应酬。 甚至会远离人多的场合。